《虚方教道的危险》 及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但愿尊贵 荣耀 贵雨那不能扭坏 不能看见 永世的光黄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我而提摩太奥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语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立美好的仗 尚传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其中有许米乃和阿历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责罚 就不再旁毒了 司徒保罗对于虚方的教导 及偏差的生活态度 一贯立场坚定 愚意反击 他顺主之前在行事为人当中 就显出强硬的个性 圣灵就使用他一个与生俱来的本性 使他成为真理的斗士 任何涉及福音真理的事情 保罗的立场都是无可质疑的 保罗在第十九至二十节提及的人 显然是以忽所教会的重要成员 曾几何时他们是热心的基督徒 按时参加教会崇拜 和其他信徒一同敬拜 不过当我们返回到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八节 就知道他们已经偏离了真道 他们不再为基督作见证 反而逐渐离弃真道 更加开始传播虚方的教导 特别是指出 复活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 虚方的教导很容易吸引 有些新奇的学说总是很受欢迎 弗力士将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 以为假教师与同用血的毒药 又如伤口流出来的脑 教会一旦要处理虚方教导的问题 又很容易在信徒中间造成分裂 这个也都只是很多教会分裂的原因 但是保罗立场坚定 他说我已经将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执伐就不再帮免毒了 这句话我们今天或者很难明白 但是并非过分严厉 他可能表示保罗要将他们组出教会 或者绝对限度在某段期间停止他们的会友资格 直至到他们悔慨 虚方教导的问题必须验证处理 教会必须对传播虚方教导的人执行纪律 上述两个人的教训 和保罗在第十九节给提摩太的提醒 就是要常存信心 而且在生活当中保持无愧的良心 我们只要保守自己尚在基督里 并且倚靠圣灵 圣灵就会带领我们避免离弃真度的危险 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